英国前帕运短跑选手约翰·麦伐尔 两年前通过了欧洲太空总署的临选 成为全球史上第一位身上太空人 经过12个月的魔鬼训练 麦伐尔表现很亮眼 随时准备好飞上太空 英国前帕运短跑选手约翰·麦伐尔 两年前通过欧洲太空总署临选 成为全球史上第一位身上太空人 麦伐尔已经顺利完成12个月的魔鬼训练 包括失重环境体验 表现令人惊艳 随时准备好飞上太空 现年43岁的麦伐尔 19岁时因车祸右腿截肢 不过他没有抑制消沉 装上抑制后重新学会跑步 2005年成为田径选手 2008年北京帕运 更涌夺100公尺短跑铜牌 除此之外 麦伐尔还是一名外科医师 欧洲太空总署正式看中他的多人背景 营救身障人士上太空可能遇到的问题 调整太空衣跟太空船的设计 有照一日让他们安全飞上太空 欧洲太空总署预计在2025年春季 发表身障太空人的研究报告 虽然太空任务的具体日期还没有敲定 但麦伐尔耐心等候 准备向世人证明 身障人士上太空不再是梦 林诱人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